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有时候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 要多留点时间给大家看头疼了 所以你看 刚刚提早鼓掌的都是想看头疼 不想听台长讲法的 我们记住 不管自己多少有才能 多么富有 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 因为你跟别人一比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贫穷 所以大海纵然辽阔 山纵然高 但是我们要看到 海的边上最远的地方还有天 山虽然那么高 但是还有地球的那一端 所以要学会平衡 人的一生占不尽的便宜 吃不完的亏 吃亏的时候不要难过 因为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又赚便宜了 赚便宜的时候也不要过分的开心 因为你很快又要吃亏了 所以平衡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你自己 只有自己的心要跨越大海 越过山峰 你才是真正的智者 了解自己不容易 了解别人更不容易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公司的经理 叫秘书 给老板一个公文 上面写着 老板 欧洲有一批订单 我觉得应该派人 去和他们开一个会 老板 在公文的后面 批示的英文 上面写着 Go ahead 意思呢 就是你去办吧 Go ahead Head就是头啊 Go就是去 G-O-Go 按的就是一个A 然后Head就是头 Go ahead就是往前去走吧 去走吧 结果呢 经理看到之后呢 马上就叫经理的秘书呢 去准备日程啊 买机票啊 准备到欧洲去了 那天行李打好 准备出发了 被老板的秘书叫住 哎哎哎 你干什么 问他 经理说 我到欧洲开会啊 哦 老板同意吗 哎 老板不是说嘛 Go ahead嘛 哎呀 这个秘书说 你来到公司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知道老板的英文程度吗 老板说Go ahead 就是去你个头儿 佛法当中经常讲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从此岸到彼岸 告诉你们就是一个心 你今天的心想通了 你就到达了彼岸 努力学习精进 就是此岸 广度有缘众生 珍惜人生 就是彼岸 人间的事业 就是你的此岸 如果事业的解脱 就是你的彼岸 袒露自己的心胸 就是此岸 暴露自己的灵魂 去解脱它 就是彼岸 喜怒不形于色 这就是此岸 把生死超脱度外 这就是彼岸 我们学博人知音懂果 才能修好心 学好佛 我们不了解自己 一定不会了解别人 想要成功的人 先要了解自己 更要去了解别人 讲完了 那个 我每次讲法治后 总喜欢跟大家讲几个小笑话 大家来开心一下 一个人啊 不了解别人 自己去帮助别人 越帮越忙 有个小笑话 说的 有一个人去看病 看骨折 骨折了 结果医生问这个病人 哎 你是怎么骨折的 这个病人说 哎 医生啊 我觉得我鞋子里有沙子 我就扶着电线杆子 拿着鞋子来抖那个鞋 把沙子想抖掉 这时候 有一个性急的人 经过那里 他以为我出电了 拿起木棍冲着我就打了两棍 不了解别人 你就去帮助别人 最后是帮不了人 还害了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做人 学博要快快乐乐的学 要好好地学 我们做人要懂得放开自己的心怀 你们今天能够不生癌症 你就要想一想有多少人在痛苦当中 你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 要想一想有多少人还想不通在痛苦当中 你们今天的眼睛还能看见台长 你们想到全世界有一百五十万人是盲人啊 你们想一想你们今天走路还没有破腿 有多少人脚是残废的 你们想一想今天还能快快乐乐的笑嘻嘻地坐在这里 能够吃得下睡得着 有多少人看不到明天啊 知恩图报 我们一个人生活到今天不是容易的 是有多少人帮助了我们啊 想一想 我们从小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们现在忘记了没有 我们曾经伤害过别人没有 要不要忏悔 所以活着就是幸福啊 今天杀他阿拉伯的王子 33岁 什么都有 有金钱 有美女 有他的宫殿 他要世界上任何一切都能得到 但是他就是没有命 而我们今天坐在下面的人 虽然我们不一定这么富有 但是我们拥有的生命 我们就是比他富有 因为我们还看得到明天啊 有多少人看不到明天啊 在中国的温州 有一个老板姓王 他四十一二岁就走了 他有几十个亿 上百个亿啊 他搞房产了 最后在上海瑞金医院死的时候说 为什么医生是我呀 为什么是我呀 我有钱我不怕的 结果走了 他的太太嫁给了他的司机呀 他的司机跟别人说 过去我以为我们老板打一辈子工 是为他 我是为他打工的 没想到现在老板是为我打工 因为他的太太嫁给了他 带了八十七个亿 嫁给了他呀 所以有的人有财 但是没有命啊 今天我们不追求财 我们会有财 我们今天不追求什么 我们会得到什么 这就叫随缘 我们今天有自己的生命 那是你唯一的财产 你人间拥有的再多 但是你失去了 你唯一的财产 你的生命 你就一切都没了 所以 珍惜生命 就是珍惜佛法 懂得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生命 懂得珍惜人生 你就拥有人生 珍惜佛法 我们就拥有了佛法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